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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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啦 我是小貓 不知道大家最近的進度到哪裡了呢 我目前的進度是到最後一個島的島居民到島上來了 接下來呢就是要讓KK來島上開演唱會 最近我聽到了一個都市的傳說 大家還記得當初任天堂在發表 集合吧 動物森友會 的時候呢 影片旁白有這麼一句話 The Jodos take you to our best on their mood 這句話意思的是呢 海鷗先生是隨心帶你去外島的 據說呢 只要對海鷗先生拍手 直到他臉紅後 在使用離宿飛機的機票飛出島 就會有更大的機率呢 到達稀有的外島 像是珠子島 金錢島 配種花島等等 我記得呢 曾經有一次開實況的時候 為了刷我人生第一座狼豬島 花了13張的離宿機票 才終於遇到了第一座竹子島 但13次裡面唯一比較特別的 也就只有遇到一次的竹子島跟一次的金錢島 也大概是從那天開始我再也不刷島了 聽到呢 這個咕咕傳說之後 我決定實測 到底紅好海關到底有沒有用 好的 那我們GOGO吧 因為先前一次我的非洲運 13次只出2次的特殊島嶼 我們這一次呢 就購買10張機票 我爺爺以前常說啊 沒有運氣的人不會中樂透的人 買了100張還是不會中 好 我們先把身上的東西進空 這具外島的基本配備呢 除了兩把鐵斧之外 其餘的工具呢 各帶一把 再花費你的兩萬禮宿機票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哄你家的海關了 除了拍手會讓他有開心的表情之外呢 其實無論是哭泣或是笑容 海鷗先生也會給你相對應的回應 但拍手的話總共會有三種表情 分別是微笑 拍手跟害羞 拍手拍到海鷗先生害羞之後呢 就可以給他機票出島囉 以下呢 就是我10次實測影片的畫面 第一座島是普通島 普通的花 普通的魚 普通的蟲 但對於南半球來說呢 這是一座對於釣尋魚非常好的島嶼 把島上需要的花挖一挖就可以走了 第二座島 居然出了我人生第一座的配種花島 上面配種的花呢 都是第一袋的花種 三色花井的第一紫袋 只有這兩種花色 第二紫袋呢 是藍色加藍色才會配成紫色 有點可惜的是 開到這種花 因為其實這幾種顏色我都有了 但也可以多挖一些藍色回去配紫色 而且運氣很好的是呢 這座島呢 也是一座指出大魚影的島嶼 我大致釣了幾隻呢 全部都是鱸魚跟黃鱸魚 我就放棄回島了 但其實後來我回頭想 總覺得有點後悔 因為北半球呢 大魚的這個石節啊 除了瀑布上面有金尊之外 碼頭也有機會出鮪魚跟鰭魚 應該多釣幾次把鰭魚也帶回家的 第三座是金錢島 到這一座島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讓海關海鷗先生的心情好像真的有差別 對了提醒大家 金錢島的石頭要記得 要使用鏟子敲打才會敲滿八下 並且確保旁邊的九宮閣是沒有東西的 不然旁邊的雜物會讓金幣被吃掉喔 建議呢 把石頭跟痕跡剪一剪挖一挖 才不會少敲那麼一下 必定金錢的石頭敲到月後面 一袋的錢的多寡是根據敲擊的次數 而不是根據時間的長短計算 所有的石頭呢 敲好敲滿 大概可以帶七萬塊錢回家 在所有的島嶼之中呢 花費時間少 但回報率極高的島嶼 第四座島呢 是普通的雙層島 花跟果樹都是很普通的島嶼 吊起來的雨全部都是垃圾 這座島嶼上呢 經濟價值高的 只有一隻兩千元的填別 身上的道具 不丟的狀況下抓滿 大概也能夠賺六萬塊左右 不過以花費時間來計算的話 島嶼果實貿易CP值上的計算來說 相對的比較高 第五座島呢 是普通的水果島 會產出跟自己的島嶼上不同的水果 果樹的樹木呢 也比普通島的本地水果樹木更多 其餘的花 漁獲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可以撿完果實 敲完石頭就走 所以價值比普通島更好一點的島嶼 因為能夠把水果島的水果直接帶回家賣 一顆水果的價值大概是五百塊錢 大概也有個五萬塊 第六座島呢 是普通的螺旋島 一層島跟螺旋狀河川 花朵 果樹 漁獲都很普通的島嶼 沒有什麼特別的價值 水果跟石頭敲一敲 撿一撿也可以走了 除非你有想要做成鵝黃島 不然這座島其實也是個很普通的島嶼 第七座島呢 我居然抽到竹子島了 竹子島是最適合製作成狼豬島的島嶼 一層島沒有河川 終於就可以帶著身上那兩把斧頭來使用了 簡單的跟大家說一下狼豬島的製作方法 先將所有的樹木砍倒 樹莊挖光 地板的化石跟筍子都要挖起來 石頭呢 要吃水果敲掉 如果海邊的椰子不夠 吃筍子也可以 花朵不用鏟起來 只要拔掉花朵就好了 打草也是拔起來就好了 接著把身上所有的東西直接丟到海灘上就好 地下的蟲子不用管它 主要呢 竹子島影響狼豬生成的是 海蟑螂 狐甲蟲 這兩種蟲 要把牠們都趕跑才會生成狼豬 抓捕的方式呢 可以看個人的習慣 按住A 緩慢走過去抓捕 或是畫畫H型的洞 讓狼豬過不來 大概就是這兩種方法 不過由於呢 我賣大頭菜發了大財 我只抓了十幾隻就大飛機回來繼續實測了 第八座島是普通島 跟第四座島嶼一樣的地形 跟一堆的垃圾 沒有什麼任何特別的 我們就直接飛下一座島 第九座島也是普通的螺旋島 一樣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啦 我們終於來到最後一座島了 第十座島呢 是三層的瀑布島 看起來跟一般沒有什麼特別 釣起來的魚種呢 也是鱸魚系列 然後島嶼上的果實跟樹木 一樣就是最基礎的 蘋果跟普通的三色花景 好的 那我們十座島嶼 終於跑完了 花費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即使呢 靠了大頭菜發家致富 抽到狼豬島呢 還是會想要把狼豬通通抓回家 導致有花了很多時間 在挖地板跟砍竹子 好啦 我們來統計一下 抽選到的特殊島嶼的次數 竹子島一次 配種花島一次 金錢島一次 大魚鷹島一次 普通島六次 普通島呢 有一座是水果島 一座是鱘魚島 兩座是垃圾島 總體來說 我比上一次抽選13次 只有一次金錢島一次 竹子島的機率高很多 幾乎是50%的機率會抽到特別的島嶼 這真的是很高的機率耶 就像從抽選SR的機率 變成抽選R卡的機率一樣 真的是一款非常人性化的遊戲 好啦 從今天開始呢 拖飛入歐 從愛的鼓勵開始 好啦 今天的影片呢 差不多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要記得紅好你們的海關 特殊島嶼呢 就靠牠帶你去了 我是小貓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呢 記得按下訂閱按讚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們家動物有趣的故事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哈囉 你好啊 我是笨笨唷 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分享留言按讚 還沒訂閱我的人 趕快訂閱我喔 掰掰